在這一年半大家都比較著重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上面 但其實您知道嗎 在全球我們還面臨了意外一個問題 就是氣候暖化的狀況 在疫情期間很多人說 其實在這工業上面 應該是降低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應該會比較低才對 其實不然 而且包含的是NASA也發現 過去十年都是歷史上最高溫期 這會導致什麼呢 像是溫度上升 海洋暖化以及極端氣候的產生 所以我就發現說 如果再熱2度C的話 會有五種食物消失 而且這五種食物 都是台灣人非常喜歡吃的 包含你可以看到 像是小麥 海鮮 巧克力 葡萄酒 以及楓糖漿 或許看到巧克力 大家會比較懷疑 為什麼會有巧克力呢 因為巧克力硕 其實它非常需要水分 所以一旦溫度上升之後 就會缺水 其實大部分都是類似這樣的情形 所以只要年均溫再上升2度 就會影響全球的糧食生態 所以接下來恐怕 也是人類生存的挑戰 所以不光是病毒 其實我們面臨的問題非常多 大家應該還是要注意氣候問題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